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高我并不认为你生活中接下来的发生的事情是最好的 记住 下次当你在抵抗什么或者向空中挥舞拳头的时候 并不是外在的什么人或什么事将这个挑战放在你面前 是时候放下恐惧 分离 判断 抵抗和羞愧了 因为这些东西都不会让你马上知道你就是你的高我 通往第五维度空间的大门并不在外在的某个地方 这不是发生在你身外的事件 这不是太阳闪耀 而是你 正是你在始终如一地打开那扇门 以至于忘记了你所害怕的事情 或者你所评判和抵制的事情 我们希望你拥有选择性的记忆和注意力 让真实的自己走到你面前 不仅要成为这个美丽星球的一部分 而且我们还邀请你 把自己看作是告诉他人如何生存和发展并树立榜样的人 未来的某个时刻 会不会有一个事件或者太阳闪耀或者类似的事情发生 有可能 但这对于那些已经发现了自己内在门户 并知道这个门户会直接带你进入第五维度自我的人来说 这是否重要 不重要 因此我们希望引导你远离预言和预测 回到自己 因为你的第五维度自我肯定在寻求更多的整合 而不是更多的分离 你的第五维度高 我并不期待登上宇宙飞船 离开这个疯狂的世界 远离那些正在毁灭世界的人 因为你的第五维度高 我很享受留在其中 并参与到集体意识转变的挑战 成为爱 不可否认的爱 你将改变每一个人 每一个在你道路上的人 甚至从别人那里听到你声音的人 这种经历比那些发生在你外在的事件 更能有力地把你从你自己 从对方 从那些不同意你的人中拯救出来 让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专注你的内心 从内心发出比以前更明亮的光吧 现在是时候了 这是你现在能得到的最满意的体验 没有比现在更适合你的了 我们是大脚星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